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咯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咯 我请教一下小轩医师 没想到他们是母子关系哦 中医怎么看 因为其实佛索瓜 它有一个很好的用处 就是刚刚江医师有讲 然后其实在中医来讲 它是归于肝脾胃精 然后它是处理一种消化不良 是说其实中医很多人 它的胃消化不好 或者是没胃口 其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讲肝木刻皮图 所以这个佛索瓜 对于这种的胃口不好 它就很好的帮助 我之前有一个伯伯 就是大概68岁 快70岁那边 他呢就是因为家人 大家来看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 就是伯伯胃口不好 那他以前又是个老烟枪 然后呢就是很痰很多 然后常常就是呼吸道 觉得很不顺这样 然后常常就一些老痰 那我就跟这个伯伯说 其实你平常 家里如果说有料理的话 可以常常食用这个佛索瓜 佛索瓜 它第一个可以促进它的食欲 同时呢 它也可以清这个我们的老痰 所以其实它在我们这个应用上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那另外这边 我们也准备一道茶饮 给大家参考 就是因为现在空气污染也不多 很多人会有 这个保护肺部的问题 或者是他可能有抽烟 或者是说像咳嗽后 有些人 最近的一波咳嗽 还是会有些人后面 有这种咳嗽 卡在里面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就给大家 一个互费的茶饮 我觉得说 除了吃佛索瓜以外 你可以里面使用像天花粉 贝母 还有像那个制干草 还有鱼心草 这各粮钱 然后呢 加1000cc的水 煮滚以后呢 再转小火煮40分钟 这个可以大家做一个 润肺的保健 那另外我们讲到这个野菜 其实野菜还有一个比较关键 是说其实台湾 我们野菜采收 或者是你自己应用 其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野菜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小心 就是说 你不要食用那些 有些的野生植物 它是可能有剧毒的 像我们有些野菜 我们会拿来药用 但是有些长辈会口耳相传 但是你使用上还是要留意 像我们蒲公英 有些人他知道发炎的时候要用 或者像鱼心草 鱼心草还算安全 像感冒咳嗽会知道要用 但是有些东西 如果你不适合确定 就尽量不要用 那因为野菜通常 有一个特色是 他们会有些清热解毒的功效 所以你还是要留意 那个量的使用 那另外一个野菜呢 它在使用上呢 就是说 有些需要浸泡 如果有些没有浸泡过 你可能使用上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舒服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注意 它生长的环境 你不要路边看到就摘 譬如说它在附近可能 譬如说它是在一些 比较容易有污染物的地方 那你这样使用 你可能会连这些毒素 或是脏的东西都吃进去 另外一个就是说 野菜还是要新鲜食用 你放越久 当然它的营养价值 可能就会有影响 那小轩医师怎么看 山苏这一类的野菜呢 其实野菜真的很好玩 因为它其实常常会带 顺便带有一些功效 那山苏其实它本身呢 它我们讲说 它其实又叫鸟巢绝 那它本身呢 其实有些强筋骨 去浴血的功效 然后呢同时呢 它也可以这个帮助便秘 那我刚好有一个病人 他是这样子 他大概九十几公斤 体重比较重 所以呢它的韧带 就是断掉 它的膝盖 所以后来呢 医生有建议他要做手术 那他手术后呢 他又跟他说 你必须维持就是一个姿势 都不能动 那他末梢循环又不好 所以呢 他就希望说 因为他家里baby也很小 要帮忙顾啊 那他这样不能动 其实老婆也很困扰 所以呢 他就很希望 可以让这个育后呢 赶快好一点 那我们就跟他说 这个平常呢 你可以找山叔 比如说家里料理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用山叔 因为他对于筋骨是有帮助 而且可以帮你这个 淤血散得比较快一点 同时因为他久做嘛 因为他的活动量变少 所以他排便又不顺 所以我们就跟他说 你可以利用这个来做改善 所以他还蛮快的 大概三周 他那个种啊 都退得还不错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 很好使用上 譬如说这种 譬如说那种骨科术后的 那种料理 你可以多吃这种山叔 我请教小萱医师 刚刚讲说 像我手上这个马齿腺 是天然蔬菜里头的抗生素 中医是怎么看的 没错 因为我们讲 猪痛痒疮皆属于心 因为马齿腺 它是入心筋 所以对于这种发炎呢 它就可以有这种治疗 就像我们讲说 抗生素的概念 那我之前有个病人 他大概三十五岁 他就是因为什么 满脸痘痘 然后来治疗 那他其实还有便秘的 你会看到这种发炎的人 他就是看起来 就是一副热性的体质 所以我们就请他 就是蔬菜呢 就是像马齿腺的那种 可以多吃 就这样慢慢慢慢调理半年 请他这样补充这种 抗发炎的这个蔬菜 那他慢慢慢慢这些就改善 那排便也改善